就這麼一次吧 那一次我就有陰影了 真的嗎 對啊 我有那麼兇喔 不是 她上次就是 因為本來要上康熙 對 那她就跟我講了什麼 就是整個故事都講完之後 她就跟我說 上康熙為什麼要罵妳哭 因為我要趕快提供 那個故事給製作單位 那可是因為我那一陣子 其實我又比較忙 那她那天一直打話給我 我就一直接不到 因為我正好在帶通告 我就一直沒有接到 OK 她到她傳簡訊給我 我想說不對 妳手上還有別的藝人 還有 結果11點多我就還跟她通完電話 她說康熙那邊有沒有回電話給妳 我說還沒... 我說我這邊一定會幫妳追到 這樣我會去幫妳問 結果她到隔天中午的時候 她又很猴急打電話 我正好手邊又有工作 我又沒有辦法接電話 但是我忙完之後 我過五分鐘趕快打電話給她 她就啪啪開始對我大吼大叫 她說現在怎樣 妳現在不重視我就對了 我打電話妳都不接 等一下就啪啪一直講... 我整個就認住 我就... 妳看郭哥人家都好意思講 妳都不好意思講 對啊 妳人太好了啦 EQ太高了 我真的是... 你為什麼不像他一樣發飆 就是說怎麼樣 現在看妳人比較重要 我都不重要了是不是 很難啊 因為我看別人 譬如說要幫我拿鞋子 在那邊幫我穿 我會覺得說 這不好意思 怎麼會讓他幫我穿鞋子 我是這樣的人 人太好 對啊 那我需要助理的原因是希望 有些事情還是需要助理擋一下 有時候我當下不能解決 那我就可以推給公司 那如果我能解決 當然就是我自己答應 OK 所以許建國當時就發飆說 你現在已經不重視我了 對 我那時候像連環拋式的人 一直講一直講 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機會解釋 插話的那個空間都沒有 就莫名其妙話 所以他整個人就是情緒崩潰嗎 他完全不聽我講話 我連... 借...借...借國哥 借...借國哥 然後我都沒有辦法插話 他都不理我啊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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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覺得這麼好賤對不對 後來我就聽到 在電話的另外一端 有人在錯氣 然後我聽到他錯氣之後 我就覺得 我可能是講話太重了 或怎麼樣子 所以凱琳被罵哭喔 我怎麼大哭啊 對 他在哭 因為他那時候他就... 因為那一...正好前一陣子 那時候通告量比較沒有那麼多 然後他就正好一鼓腦 再加上我那陣子又沒有... 就那兩天正好一直 沒辦法接到他電話 他覺得他有一點 不被受到重視 所以他就劈一趴 那情緒一來就一直跟我講 然後我後來整個就是被罵哭啊 然後後來他覺得他好像... 他好像做錯事 他用一個...他就說 他為了要安撫我 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說那個 我們是聊您的老戰友啊 什麼...我就跟他聊一些 有跟沒的 然後我又跟他講說 我跟你媽媽是同一天生日 你很變態耶 你整個人 然後在那邊哭我心裡 還會是 我現在在難過你再安撫我 跟我媽生日有什麼關係啊 就跟媽媽套下交情這樣子 他可能是在翻筆記本 看安慰人的那個跡下來這樣 後來我還裝可愛 我說咕咕咕咕咕 不要哭了...這樣子 什麼...什麼咕咕... 咕咕咕咕啊 不要哭... 他在電話那一頭啊 對啊 發出這個聲音 咕咕咕咕咕 對 咕咕咕咕咕 你不要哭了 好了 你不要哭了 所以肯定在電話這一頭就會... 不要...不要... 沒有... 最後因為無法設置殘局 他一直在哭一直哭 我就跟他說 那我就請你吃飯好了 向你道歉 這樣子 結果那一集康熙上了沒呢 上了啊 哪一集啊 就是那個藝人的地雷那一集 你有來嗎 有啊 你很困難啊 或是是掐槽嗎 有吧 摩頭還什麼樣 張向瑋那個啊 因為中間已經大隔了快半年 沒有上康熙 你有那麼久沒有來嗎 有啊... 就卸妝之後到上一次 你真的... 你常來啊 對啊 你比Noro還常來 我跟你講 那是一月份播的耶 太超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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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用到了耶 終於用到了耶 你還有三十幾個沒用到 你根本接... 我就要畫這樣 你接不上 對啊 不要管那些不要... 不要上就有問題了 可以畫掉了... 可以畫掉了...